上一讲呢我们讲了涨停盘盘口的要素之一 华单 这一讲呢我们会讲 涨停盘盘口的要素二跟三密度 速度与涨停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成交的密度与涨停的关系 成交密度呢 是指股票在成交连续性上的紧密程度 它是一个单位时间概念 是指股价在一分钟内的单位时间内呢 成交的间隔度 这个度的大小与该股票能否涨停 以及涨停后的走势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般而言成交密度越大 说明参与者越多成交越活跃 涨停的概率就越大 反之呢则越小 这是成交密度与涨停的关系 那么挂单密度与成交密度 形成成交密度的两种因素 一般而言呢 挂单的密度越大 则成交的密度也越大 从目前互生两次呢 电脑自动撮合的成交的间隔来看呢 一分钟里面的成交密度 回报最大可以在 每分钟12比 成交间隔回报 越接近12比 其成交密度就越大 涨停概率就越大 反之涨停的概率就越小 那我们看这边 密度大的跟密度小 我们看这边 9点56分 整个9点56分 它的成交比数 我们看 14 24 11比 接近了交易所的上限12比 所以这个算成交密度大 在一分钟之内 那这边密度小的 我们看 一分钟之内是成交了6比 这边只成交了这个3比 所以呢 我们看 这边成交密度大的 分时线十分光滑 非常流畅 涨停 而成交密度小的呢 分时线 制色 对吧 震荡 杂乱 所以成交密度大 那么这个成交的概率 涨停的概率呢 越高 这个从分时上 也能看出来 那么挂单密度与成交手术 有时候呢 挂单的密度不大 但成交的密度却不小 分时图章的走势呢 也是一条光滑的曲线 但这往往是一种 假密度的表现 属于蚂蚁啃骨头式的成交 即这种成交是由密集的小单组成的 这种小单呢 在大部分情况下 是由散户 形成的交易行为 并不是主力的 主动性买盘所致 所以这种呢 涨停的概率也小 那我们来看 这种假的密度的分时图 我们看 这边成交密度的确也很大 但是这边呢 都是小单的密集 并不是主力去完成的 所以分时上即便很光滑 形成曲线也很光滑 但是它不是主力的行为 所以这种散户的这种 高密度成交呢 其实呢 涨停的概率并不高 它并不如这种大单的这种 密度的成交来的涨停概率高 也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看这边 我们看这边 这边涨停的呢 密度也不高 对啊 这边密度是算高的 我们看这边15分 是12对吧 接近12分也达到了上限 这边呢都是大单 我们看 买盘都大单 卖盘也是大单 买盘也大的 所以这种呢 最后看它也涨停了 所以这种呢 属于呢 正常的 属于非常 识别性非常高的 这种高密度的大单呢 这种成交 那么 这是本节的这个内容 就是 要素二 下一节呢 我们会讲 要素三 是上涨速度与涨 我识计划 我识计划